整群海象聚集海边 这里是挪威和北极中间的斯瓦巴群岛 是极地动物的栖息地 没想到近期竟然传出 去年在这里发现的六只海象尸体中 检验出禽流感病毒 每次疫苗的病毒流出 从鸡到鸡到鸡到鸡 有点关系 因为它增加了可能性的改变 这些人类首次在海象身上发现禽流感 因为样本不够 无法确认是H5N1或H5N8病毒株 但因为病毒是在尸体中发现 也无法确认海象的确切死因 但专家认为海象极有可能 就是感染禽流感而死 事实上去年就曾传出 海尸和海豹因此而死 海象如今也感染禽流感 显示这个病毒对海洋哺乳动物来说 已经是重大隐忧 其中最让科学家担心的 就是到夏季冰层融化时 海象群聚在一起 加剧病毒扩散的可能 如果这时候 北极熊在吃下海象尸体 也会有被传染的风险 近期美国爆发禽流感 甚至连乳牛都沦陷 世卫组织警告 其他国家也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九个州的乳牛都被检验出 H5N1禽流感病毒 德州还出现牛船人案例 就连牛奶也被污染 但因为禽流感病毒 原先就是从禽鸟类传播到牛只身上 只要鸟类随季节迁徙 就有把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风险 各国如果不严加防范 恐怕又将爆发全球疫情 东西喜欢国际中心综合报导